HELLO 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聰明綠杯 聰明綠杯我們上一次的影片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這一個挪威的威爾法 我這次講對了挪威他是可以調素 那轉到底是全部關起來轉到另外一邊是全部打開 那因為聰明綠杯最早大家的認識 如果有在注意咖啡器材的朋友應該是看到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這個出現的時間遠比這個早很久 所以這個是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然後他嚴格來說算是一個台灣之光 所以不管怎樣我今天一定要用這個綠杯來跟大家做介紹 聰明綠杯他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從一般的家用到咖啡店 到可能甚至是世界杯的咖啡的比賽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全方位的重組器具啦 那我上次有說過嘛這個聰明綠杯他在打開這個閥的時候 他的流速是相對比較慢的 原因在哪裡呢 原因在這裡喔 這個肋骨的部分 這個聰明綠杯做的是比較少根 而且這裡是比較沒有那麼凸出來的 那這個呢他做的非常多根 而且每一根從底下到最上面全部都凸出來的程度 做的非常大 差別在這裡 那今天我要用的是 這一個台灣做的聰明綠杯的S號的小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今天要用的是無漂白綠子 因為上一次的影片有朋友講到綠子的問題嘛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這種漂白的啦 如果有來過店裡跟我討論過這個綠子的問題的朋友 就會知道其實我非常的不喜歡這種綠子 沒關係那我今天就來幫大家介紹 如果你在家裡用的這種綠子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去改善你的聰明綠杯的味道 當然我們就是先來摺綠子嘛 使用方法大部分都差不多啦 你綠子摺好之後打開放進去 好 聰明綠杯的好處就是你直接在這邊操作就好了 打開之後 那關於綠子的味道的部分呢 這個時候就是 無漂白的綠子呢 通常來的時候會帶有一點紙漿味 紙漿味就比較麻煩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先用比較大量的熱水去沖它 那聰明綠杯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在沖綠子的時候 你可以讓它稍微泡一下 可以更有效的降低 紙漿味 那聰明綠杯的使用上齁 其實你就不用這麼在意它有沒有貼合了 因為在肋骨對於整個濾杯沖煮的結構的部分 它最終影響的只有你把底下那個閥打開之後 它流速快不快而已 跟一般的卡蒂塔所出的濾杯來說 聰明綠杯的綠子貼合度相對比較不重要一點 那沖綠子的水啊 我會用很高溫 然後盡量沖超過150CC 你要沖500CC我也不反對 就是你沖越多 那個綠子的味道可以去除的越多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 用這個好了 把它的水排掉 聰明綠杯的好處就是當你把它放到一個 這樣子的地方它只要比外面這一圈稍微小一點 它打開之後裡面的水就可以排掉 我們等它流完一下齁 今天我要用的咖啡豆是 肯亞AB 我烘的程度並不是那麼的淺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齁 其實在聰明綠杯的使用上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用聰明綠杯 做咖啡很輕鬆的做一杯咖啡 你選擇的咖啡豆盡量不要選擇太 淺的也不要選擇太深的 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去沖煮這個聰明綠杯 好整個你把裡面的水都排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 把粉倒進去 我今天一樣用20公克的粉 然後是中烘焙的 這個肯亞AB 利安家綺 處理廠的豆子 肯亞大部分都是水洗的豆子 那你就稍微把它拍平一下 我今天用的水會非常非常的燙 我才剛從 那個筷子壺裡面煮好 大概 倒到這個壺裡面啦 大概9596度 那磅秤歸零之後 我用的這個磅秤是有計時的功能的喔 如果你今天沒有用這種功能的磅秤 你最好就是找一個計時器 一開始我們一樣先悶蒸 悶蒸的話 我建議 大概跟 咖啡的重量等重 那你在淋的時候 盡量把所有的咖啡粉都淋濕 這樣就OK了 悶蒸的時間大概30秒 看你豆子的狀況 如果他的排氣還是很多的話 你稍微讓他排出來一點 那你也可以在悶蒸的時候就稍微用 攪拌的湯匙去把上層的 粉給撥開讓他空氣更容易出來一點 那現在已經超過30秒了嘛 我就直接 注水 我今天要用的是聰明濾杯的另外一種應用方法 第一階段的注水我會加到150CC 因為我們在前段咖啡豆還是非常 良好的狀況之下 你不用擔心他去萃取太多的東西出來 那浸泡的時間大概是在1分鐘左右 不包含悶蒸 浸泡1分鐘左右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你的計時器 第一階段我們用浸泡的方式 然後 我們準備我們的下壺 在使用聰明濾杯的時候你要稍微注意你的下壺 到底跟聰明濾杯裡面的那一個 那一個 控制他有沒有流出來的那個環 有沒有符合 如果你的下壺的口太大是沒有辦法的 那聰明濾杯最好用的一點就是我們 把它放上去他就會流出來 那我們等他第一階段的水全部都排掉之後呢 其實 現在你就可以直接把整個 器具組給移到電子秤上 那我會建議這個時候我們做歸零 讓他全部我們還差 100CC的水還沒有加碼 那聰明濾杯 後段呢 他的操作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一次把水全部加滿 用浸泡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們咖啡的後段 有比較多的物質 我們怕萃取出來 不是那麼的好喝 所以呢 我後段就直接用手沖的方式 去沖煮 沖 把我們剩下的 要沖的100CC的水給沖完 那在後段的時候因為他第一次的浸泡呢 已經把整個 濾杯裡面嘛 他該接觸的該滲透出來的部分 細粉都塞滿了 所以第二次如果你用手沖的方式 你會發現他的流速變得非常的慢 好 那我們電子沖就可以先拿走了 這個時候呢如果你覺得太慢 你可以稍微輕輕的 去攪拌他 但是不要攪拌太多下 像我剛剛攪個 兩三下就OK了 那這個時候你還是要很有耐心的 等他上面的水滴完 除非就是說當你的水液體的表面 接觸到最底層的 咖啡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他拿開 那底下還會剩一些些 但是因為他是比較厚段的味道 我們就可以把他拿掉了 這樣子的做法呢 是一個還蠻容易在家裡面操作的 當然最簡單 最好在家裡面操作的方式就是 你把 咖啡粉放進去之後 然後熱水一次加滿 時間到了你大概浸泡個三分鐘 四分鐘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豆子的 烘的程度是適中的話 當然你要把他浸泡個五六分鐘都沒有問題 跟 我們上次介紹的法國綠牙壺的 原理幾乎是類似的 都是利用浸泡的方式去萃取 那如果你今天 想要有 一個器材 那你可以兼具浸泡跟手沖的話 其實聰明濾杯會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他搖晃均勻之後 就可以來試喝一下 為什麼聰明濾杯 他比較挑豆子 是因為 如果你有一些豆子烘得太淺 那 他有一些中心的部分 有一些色味 還沒有烘到很熟透的色味 你浸泡過久他可能會跑出來 那如果烘得太深 有一些苦味 當你浸泡太久的時候 他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去買咖啡豆 盡量買 中度烘焙的 中度烘焙的豆子 如果你 真的沒有辦法確定那家咖啡豆的中度烘焙 是什麼程度 你就大概跟咖啡店的老闆說你要買那種一爆結束到二爆開始之間的豆子 這樣子講大部分的咖啡店的老闆都會聽得懂 這樣子來喝呢 其實你就會喝到一杯 萃取的比較完整 那他可以大量的釋放出 你咖啡豆裡面該有的 氣味 那當然 我們剛開始有先把濾紙上的 脂味給沖掉嘛 所以你在浸泡的時候比較不容易沖出 那個咖啡 濾紙上面的味道 那當然 如果你今天可以買到這種 漂白的濾紙啦 大部分現在的漂白都是用非常安全的方式 那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你去選擇上面有標示 湊氧漂白 用這種濾紙會是最好的 你也不用一開始去淋它 好 那今天這個肯亞 他喝起來呢 跟你一般手沖的方式 如果你不是調整他的研磨度調整太多的話 他的整體的厚實感 會增加一些 那當然 可能前段的一些很清香的那個香氣就會變比較少 如果你今天是用浸泡比較久的方式 就是整體的 中段的那個厚實度 我這邊教大家一個 很實用的小技巧 有時候我在影片 當然我的目標當然就是讓大家都聽得懂 咖啡的一些話語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 裝作好像你很懂咖啡的時候 你在講厚實感的這個東西 你講厚實感 可能你身邊的朋友會覺得你很 沒格調嘛 你就講Body 好不好 就是其實是紫類似的東西啦 Body 跟著你也是 Body Body 這個講出來的時候 你好像就變成咖啡專家了 這邊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你身邊的人是很討厭這種假掰的人 你就繼續講厚實感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 聰明濾杯的介紹 還有一些可能濾紙味的消除的部分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